3 3 網路上面討論成一片的文章是 當你的孩子被欺負了 遇到沒禮貌的孩子 那該怎麼辦 很多教養在下面留言 打回去啊 OK 我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我有一點擔心 為什麼 因為我認為教養不應該二分法 在教我們的秘密這一本書裡面 我本來就一直在強調 教孩子的時候 真的不要只有打回去 跟沒有打回去 譬如說 自己的孩子如果是在 這邊玩一個玩具的時候 結果另外一個孩子來了 以後馬上就搶過去 跟你的孩子講說 這是我的 這裡全都是我的 那有可能那個孩子剛剛本來在這邊玩 然後離開了 結果你就開始在這邊玩這些 你的孩子就開始在這邊玩這些東西 那個孩子就覺得 這都是我的 這全都是我的 那推了你孩子一把 或者是對你的孩子沒有禮貌 或者是強啊 最後呢 有些孩子就愣在那邊 不知道怎麼辦 那為什麼 其實有些孩子本來就比較溫和啊 所以我說 為什麼要教我們很溫和的孩子 一定要用打回去這一招呢 如果他打了一次 結果呢 他下一次不太同理說 為什麼 什麼情境裡面是可以打 什麼情境是不能打 他打了他的弟妹 你這個時候應該要怎麼教育 你曾經在某一個情境跟他講說 人家打你你就打回去啊 所以呢弟弟妹妹呢 有朝一日來搶我的東西 我就打他 爸爸媽媽你曾經這麼教我啊 所以我說其實在這中間 我們一直在尋找更好的方法 我覺得有三個步驟 當你的孩子被欺負了 或者是被 嗯 霸凌了 或者是被 被沒禮貌的孩子呢 嗯 搶了玩具的時候 爸媽應該要怎麼做 第一個步驟 其實就是 我們應該要叫他 嚇阻 什麼叫做嚇阻呢 就是 告訴你的 就是 在你的孩子面前 對這個孩子 沒有禮貌 或欺負人的孩子 講一句話 你可以說你先到的 你也可以說你先拿的 但你不能說 這裡 全部都是你的 OK 那 我覺得這一句話 其實是很有道理 因為 教孩子 什麼叫做分寸 你不能講出很極端的話 然後呢 如果這個孩子 還繼續在欺負你的孩子 或者是在繼續的 講不好聽的話 繼續排他 等等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我就會跟 爸爸媽媽講說 你也可以繼續跟他講 我覺得你的爸爸媽媽 不會希望你推人 打人跟擠人 OK 為什麼要這麼做 提醒這個孩子 你是有爸爸媽媽的 你爸爸媽媽曾經 教過你這樣子的一個規矩 好啦 你也會問我說 那如果爸媽媽比較不管的呢 你想想看剛剛你的那句話 我相信你的爸爸媽媽 也不喜歡你推人 打人跟擠人 OK 這個時候聽在一旁的爸爸媽媽 其實還是會出面管教 所以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是教你自己的孩子自保 自我保護 什麼叫自我保護 有些孩子被欺負了 被打了 他就愣在那邊哭 不知道應該要怎麼辦 我常跟我自己的孩子練習說 如果你被打了 你被推了 你被冤枉了 你應該要跟你自己的孩子 講一句話 你可以怎麼講 你可以說 你為什麼可以打我 你為什麼可以推我 你為什麼可以打人 OK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就是 兩歲半以上的孩子 就蠻會表達的一句話的 那你把他練成習慣 他遇到欺負的行為的時候 他可以大聲 他可以有勇氣的這樣說出來 何需要教他打回去呢 所以這是第二點 那第三點是什麼 教這個孩子呢 就是我們要用反教育的方式 這是這個會欺負人的孩子 或沒禮貌的孩子 他是一個負面教材 我會轉身跟我自己的孩子講說 寶貝 我覺得他這樣子打人是不對的 可是媽媽相信他不是故意的 而且媽媽怎麼教過你 我覺得要是你的話 你也不會這麼做對不對 我告訴你 大部分的孩子都會告訴你 對 這樣不行 這樣不好 這樣很不對 那你不就把那個欺負人的那個孩子 轉成是一個負面的一個教材 教你自己的孩子說 對耶 這樣是很不對的行為耶 OK 那他也會比較釋懷 也會覺得說 我的價值觀是正確的 所以三個步驟 遇到欺負跟沒禮貌的孩子的時候呢 第一個步驟就是 告訴孩子 幫孩子 嚇阻 第二個步驟 教孩子 自保 自我保護 第三個步驟 教育自己的孩子 那這樣不就是變成一個 比較滿分的一個教育了嗎 所以在教育的秘密裡面 我們希望 提倡的就是 不要只有二分法的教育 在教育裡面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中庸之道 希望你們可以 大家再思考一下 應該要怎麼樣教自己的孩子 遇到危險 或遇到困難的時候呢 不要馬上的退縮 也不要馬上的打回去 謝謝大家